老板 出什么事了 我们被没见过的植物丧尸袭击了 他们应该是从树林来的 栗子 那二树 他们来不及救下 都牺牲了 带回来的商城 只有小猴了 现在把他送过去 应该还来得及 守候 纯姐 送给我们吧 我带他过去 那个 我可以帮忙 我们会好好处理的 请别担心 那至少让我们的夏月博士一起去吧 他也是医学专业的 感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们有处理的经验 另外 你们帮忙了两天 一定累了 先去休息吧 这一次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曹老板 先回去吧 泡泡温泉什么的 可 可是 老板 我们就听他们的 先去休息吧 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 休息就是了 什么 你还真碰到怪人了 对方还跟你说这个村子有问题 这 真不是我想遇见的 对 但是我没跟过去 听见你们回来的消息后 他就消失了 现在一想 村里的很多地方都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 比如他们异常淡定 而且极度配合工作 再比如逃跑的时候 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都能保持纪律 你还知道那怪老头的什么情报吗 嗯 它很脏 和这里的人区别很大 衣服破破烂烂的 系统提示 何言发现有村民接近老板住所 OK 知道了 我去应付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昨天就该有迎接你们的晚宴 但你们泡完温泉就去睡了 所以我们希望今晚给大家补办一场 可是明明才失去了很多村民 那个叫小豪的爷 我们奉行的是乐观主义 难过害怕是一天 开心努力也是一天 而且那个孩子已经安置好了 这样的吗 好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一定要来啊 我们领主交代我了 必须要把你请过来 明白了 我晚上会去的 好的 老板好好休息 系统提示 何言认为对方已经走远了 周围也没有村民了 何言继续戒备 小豪 会议继续 了解 怪人 村民 像植物的丧尸 吃人的树 想这么多也没用 时间紧迫 必须立刻开始调查 那么 现在开始布置任务吧 我 九竹 夏月博士 去调查你说的怪人 如果遇到丧尸 九竹能帮我们规避危险 博士也能出对策 因为现在能开口说话的员工 只有小豪 所以你来带队去赴宴 牵制他们 好的 坎哥 何言也过去 有什么危险 立即逃离 严姬的话 既然严姬不愿意听我的命令 那就留在这里休息吧 可是老板 这样真的好吗 严姬姐一个人留在这里 严姬现在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如果继续上战场 我很担心她真的会送命 在想出解决办法以前 我可不敢让她参加行动 可是留严姬姐一个人也太可怜了 至少让她和我们一起赴宴吧 出事的话 我会保护她的 系统让我建设这个村子 那我就必须搞定这个村子的事才行 严姬的事 只能稍微放放了 我现在就算心急 也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实在不行 等据点建设好 就把严姬留在据点吧 就像赔叔那样 如果冒险继续对她说教 她一定会彻底失控吧 时间到了 各位 任务开始 什么 和植物融合 石人的树林居然没有吞噬他们 还是说他们也是 树林的一部分 我越来越不理解了 我也没见过 这些扫尸到底是什么 先别管那么多了 这些家伙跟石人林一样危险 再不撤退的话 大家都得完蛋 明白了 大家赶快撤退 射攻击 大伙快闪开 这是什么 没有复制地面 应该不是酸液 我们站住了 救命啊 石竹 准备开路 就要带着大家逃回去了 明白了 交给我吧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所有人 跟进九竹 严姬跟我来断后 跟着他就能逃出去 真的能行 他可是我公司最棒的合伙人 相信他吧 好 所有人 集合 跟进九竹 我们要撤了 是 这种情况 还有这么高的执行力 这群人是怪物吗 怪不得能在末世 过得这么悠哉 小龙 体内也有 糟了 绵夜开始凝固了 难道这是 铁姬 别废弃杀他们了 敲碎树纸 让村民脱亏优先 快来将取时间 协同模式启动 员弓烟机 休想过去 等等我呀 等等我 我动不了了 救救我呀 很好 联机 就这样一路追上大部队 救救我呀 我还不想死 救命呢 联机 别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人已经有了被行驶的痕迹 你管了 救我呀 这种突然袭击 我们只能尽可能让活着的人回去 不要为了将死的人 把自己置于困境 这样可能会害死更多人 不管你怎么想 但我们不是神 明白吗 警告 警告 系统提示 铁姬的情绪正在崩溃 什么 铁姬的忠诚度正在下降 员弓忠诚度已经接近灵界值10% 请提升忠诚度 风险警告 铁姬有高风险 会脱离公司 纯姐他们回来了 好像出事了 快点拿单价 玉霉车已经开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很顺利呢 纯姐没事吧 出了点意外 不过大部分人都回来了 待会儿清点人数吧 系统提示 铁姬的忠诚度降至10% 对您已产生攻击倾向 刚才看到她的鲁莽行为 气得说话太重了 不但没把她骂醒 反而是情况变糟了 系统提示 铁姬目前处于 无法被命令的状态 需要尽快提升忠诚度 刚才那场意外 是直接导致忠诚度 下降的原因 和最初小鱼的情况一样 必须尽快想办法 解开她的心结才想 逃亡真的激活了 所有人不要顾虑 全力冲出去 这种植物 为什么有万人者的气味 教主 别冷神 快跑啊 植物追得很快 快点动口了 堵上了 系统 掉出燃烧弹 跑 不要停下脚步 老夫我 负责给你们断后 这种东西如果不毁掉 就会源源不断地长出来 既然你决定帮老夫 那老夫就一定会帮你们 打头活下去的道路 你们 请不要忘了老夫 大叔 老夫的名字是 好慢啊 是啊 我们老板吃错东西拉肚子 估计还没完事呢 确实啊 在末世 真的很不方便呢 那他 什么时候才会来啊 幻音仪式 就要开始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用等了 不等你老板了吗 还是大局为重比较好 对吧 说的是呢 而且要赶快祭奠那个孩子才行 乡亲们 我们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失去的同伴 会再次成为我们的血骨 成为我们的一员 而我们今后 要带着逝者的意志 生存下去 他们 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到底想做什么 大家怎么突然哭起来了 你还好吧 这些人怎么一下子都哭起来了 好诡异啊 而且动作一模一样 好了乡亲们 一味难过可不行 今晚 我们为了迎接曹老板一行人 而举办了这场晚会 大家都打起精神 唱起来 跳起来 怎么一下子都不哭了 老板只说宴会可能有问题 可没想到会如此怪异 小鱼小姐 我们来跳舞吧 是啊 跟我们一起来吧 我 我不会跳舞啊 我想去上个洗手间 糟了 这些人缠上来了 要放倒他们吗 是真的想去厕所吗 还是说 不喜欢我们的招待呢 这一切 可是我们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如果不喜欢 我们可以换别的方式迎接你们 一定要让你们满意才行 别害怕 我们的宴会不会出问题 因为从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怎么回事 这群人突然 毕竟 你们是我重要的 客人啊 身体 动不了了